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和大家講一下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想這宗算是一個都市傳說 涉及到穿越平衡時空的問題 在2019年的年底 中國網路平台支付發佈了一篇 關於這個潘博文的文章 在2021年透過一些網路創作者 二次改編 瞬間登上微博熱手 掀起了一陣關於這位潘博文是否真的存在 這個世界是否真的有平衡時空 引起了一些熱烈討論 有一個使用網路帳號 就叫做行緊我石的網友 在2019年發文 就是講述了他在六年前發生的一個詭異故事 當時這個樓主或我叫做主角 他是一個高三的學生 在天津的堂姑讀書 他們的體育課是跑班制的 亦即是說不同班級的同學 可以依自己的興趣去挑選中意的球類活動 OK 攬由於大考準備來到 體育老師只是球冷奇跟他們說了幾句 接著就原地解散 攬這個時候有些人回到班房讀書 有些人去了踢球打籃球 而作者和他的同班同學 這個叫小溫 開始打羽毛球 他們兩位 他們打下打下 由於太陽實在太曬了 決定轉移陣地 去了宿舍附近的陰涼地方打球 這個時候他們又遇到 同樣打羽毛球的隔離班同學 就是這個L和潘博文 這兩位就是隔離班同學 作者和這位L是不認識的 但和那位潘博文交情都挺深的 因為在升上高中之前 他和這位潘博文 就是國中的同班同學 經常一起玩 作者甚至乎是見過潘博文的父母 兩個人可以算是小時候的換伴 他們一行四人 小溫 劉主 L 和這個潘博文 兩個兩個一起打羽毛球 這個時候 潘博文不小心把球打得太遠 結果把羽毛球打進荒廢宿舍的地下室的氣窗 由於這個球是一些專業用的羽毛球 在當年價格比較高昂 潘博文提出 要收拾球這麼貴 作者和L答應 而剩下那位朋友仔 小溫 就說 我在原地看著球拍 你們去收拾 這樣 就這樣 他們進去之後 潘博文 就說自己 跌了一條鎖匙 決定自己一個人回頭找 他們進了荒廢校舍之後 潘博文就跌了一條鎖匙 作者和L 這個時候一路走 一路越走越深 他們突然覺得 好像有點不太對路 有一種恐懼的感覺 於是 作者和L 就在地下室那裡 看到有些光 跟著那些光一路跑 我剛才說到 潘博文就跌了東西 自己去收拾 回頭 那 那麼 L和作者 走出來之後 他們發覺自己 居然跑到學校的後門 那麼奇怪 舊校舍跑出來 居然跑到後門 還要在後門那裡 旁邊有一間小學 OK 小學那裡剛好就放學 於是 他們順著小學的人潮 便繞到正門那裡 回到高中那裡 回到班上 看球拍 剛好有個小溫 看著球拍 他又說 等了你們那麼久 不見你們 我自己回到班房 那麼沒義氣 作者 看著桌上的三支球拍 潘博文那支球拍 想不到這個時候 小溫就回答他 就說 誰去潘博文 這個時候 作者就想不想通 頭皮發馬 於是 他是過去隔離班 即是過去L仔那班 就過去找潘博文 誰知 屌你老母 迎面 碰到L L很激動地大喊 就說 他們不記得了潘博文 從此 這位同學仔 潘博文 就在這個世界上 徹底消失了 就好像他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作者 他們 跑回去 那棟叫宿舍的樓 宿舍的地方 那個舊宿舍 發現 門是鎖了 剛才他們去撿球的時候 門是沒有鎖的 很容易就開到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們今次回頭 想去找潘博文的時候 那個宿舍 居然是鎖了 OK 於是他們又回上去 查閱那個班級的名冊 就發覺潘博文以後的學號 是全部向前退了一格 就好像潘博文從來沒有存在過 而體育課 出勤的紀錄 也都沒有潘博文的名字 就連作者回到家看國中的時候的紀念冊 無論是照片 簽名檔 都完全沒有潘博文的東西 於是 作者 試過不如我們去潘博文住找一下 但結果因為 記憶突然之間很模糊 就找不到潘博文住哪裡 而他也去了潘博文的父母做事的地方 也都見不到他父母的身影 到這一刻他發現了 原來不單止是潘博文 所有跟他有關的東西 都全部消失了 只有作者和L記得潘博文這一個人 嘩屌你老母在我那些打爛鎮 含家產心寒啊 那這樣呢 後來呢 作者和這位L仔 他們因為高考的關係 雖然這件事令到他們覺得很恐慌 但也沒辦法不停止對於潘博文的一些追查 或者叫做搜索 那面對他們的異常 那些同學呢 都以為他們兩個呢 在考試之前太大壓力 痴癮了線 那最後呢 和事情呢 有牽扯的 無論是作者 他們那位朋友小溫 其實小溫是不算關係的 但是小溫 因為都在外面等他們 但是小溫是沒有記憶的 而L 即是他們三個 小溫作者 L 都是考慮了 那L更加就是要去澳洲讀書 那這樣也有些環境 那個年代去澳洲讀書 那在篇文裡面 作者就說過 他記得很清楚關於潘博文的事情 譬如潘博文的生日 是1996年8月18號 甚至乎他家裡的住處 他這個住在新港街道的某一個社區 他就說了 他曾經呢 約好了和潘博文 就說了 高考之後呢 要和他玩遊戲 就玩這個 伊蘇四 賽爾賽塔的樹海 就說了 這個潘博文 他喜歡徐良的歌 他是泰達隊的球迷 但是我證明不了他的存在 OK 那 而後來呢 也都有一些CAP圖 流出來 這些CAP圖呢 就是L仔 和主角講的 L仔就說了 這件事情你不要再追究了 相信我吧 沒有結果的 我不是打擊你 但是你想一下 你做了幾年事了 無論是上海 還是天真 無論如何都好 你不要再想這件事了 你不如給個首期 娶個老婆 生個小朋友 不要再找潘博文了 我們都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我們不要再找潘博文了 兄弟你相信我 聽我勸一句 好不好啊 咦 這麼奇怪呢 如果 如果 作者是神經病的話 L仔是不會這樣跟他說的 L仔是說我們 OK 我們不要再找潘博文了 即是說 他們兩個都不是神經病 他們兩個都有這一段記憶 OK 因為如果是一個人神經病的話 只有主角自己有的 但L仔也有 所以我如果看了這個CAP圖呢 我覺得他應該就不是神經病了 L仔 那之後呢 作者呢 一一列出了很多自己明明記得 事實上又沒有發生過的事 就是萬德拉效應 OK 那作者就開始列出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譬如 作者就說 有一款小米是在這個時空裏面 是沒有推出的電話 亦都有一部不存在的動畫叫聲遊記儀 錯誤的地鐵站的順序 或者有一些電影呢 作者呢 在那個世界看過 但在我們這個世界是沒有拍到出來的 甚至乎呢 當初呢 他考試範圍有一條數學題是很難的 當初他學了很久 但是來到這個時空才發覺 原來根本那條數學題 就不存在在考試範圍裏面 那種種跡象呢 都是導向一個推論的 就是當呢 作者和L呢 跑出去地下室的那一刻 他們已經穿越了另一個平衡時空 而這個平衡時空呢 是沒有潘博文這個人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時空 我們這個時空是沒有潘博文 OK 也都沒有那部小米的電話 這個時空呢 就只有得回 即是記得曾經的時空 就只是記得呢 作者和L是記得潘博文的 這篇文章看完之後 都是令人相當之想不想通 但之後很奇怪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 都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說一些類似的情況 有些人在下面留言說 我明明記得今年的春節是2月14日 和情人節是同一日 但現在又不知為何變成2月12日 另一個人就說 他曾經記得他小時候 和一個小朋友是換伴來的 兩個人稱為竹馬來的 但大過了之後 爸爸媽媽都忘記了這個人 亦都找不回這個人 除此之外 有些人就說 明明記得某一套電影日期 電影上映日期 但不知為何 現實裏面 查回法國記憶出現混亂 有些人就認為這個 是涉及到曼德拉效應 認為潘博文事件 就不是單一事件來的 其實都是的 很多這些事情 譬如以前有些人說 看過某一套動畫 看過某一個電視節目 後來發現 這個電視節目根本是不存在的 但就不只有一個人看到 一個這樣的情況 潘博文這件事都是類似 不過今次就不是不見了 一個電視節目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人就不見了 潘博文就不知去哪 那我自己有我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 這一位作者 和L 他們其實是 他們兩個不見了 在他們的世界 是他們兩個不見了 是潘博文在找他們兩個 不是潘博文不見了 是這兩個 是作者和L仔不見了 他們由他們原本的時空 配來我們這個時空 而潘博文就留在原本的時空 OK 那原本在我們這個時空 那兩個人呢 即是原本在我們這個時空 L仔和作者呢 他們會不會去到潘博文的時空呢 這個感覺有點像 我們之前看的那套劇 Viu那套劇 這個2月29 伊莎呢 伊莎呢 你想到最後 就配來另一個時空 即是940 920裡面呢 伊莎呢 女主角呢 就配來新的時空 然後呢 她記得那些東西呢 是沒有會長呀 沒有發生過那些東西的 類似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呢 他們會不會 主角 和這個L仔 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在我們這個世界 找得回另一個潘博文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想今集呢 關於這個都市傳說 或者這一單 叫做奇聞 古靈精怪的東西 講到你這裏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是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